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你敢相信吗? 宇宙中存在着一颗地外行星 不仅与地球有着最高的相似度 还能让天文学家下出100%存在生命的结论 这究竟是一颗什么样的行星? 竟然能让科学家下出这样的结论? 这起我们就来走进这颗特别的地外行星 格力泽581G 每当我们仰望星空 就可以看到漫天的繁星与遥远的星辰 我们不禁会想 宇宙中是否会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毕竟人类文明作为目前已知的唯一宇宙文明 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孤独的太久了 况且可观测宇宙就有930亿光年的直径长度 如果只有人类这一种文明 显然是有点难以接受的 然而就在距离我们20光年外的地方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颗与地球极其相似的行星 这颗星球被称为超级地球 令人振奋的是 在它的表面上很可能存在与我们一样的生命 它就是格力泽581G 2010年9月29日 格力泽581G首次被公诸于世 它是夏威夷凯克天文台 历史11年观测所取得的成果 奇母恒星格力泽581 是天秤座的一颗红矮星 红矮星的表面温度较低 外表温度看起来也偏红 像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比林星 就是红矮星 而之所以会称它为格力泽581G 是因为天文学家在命名行星时 会根据奇母恒星下 行星发现的顺序命名 其中是恒星的专用字母 发现的第一个行星会以B命名 比如我们熟悉的开普勒22比开普勒452B 都是奇母恒星下发现的第一个行星 之后发现的 就会以CDEFG命名 而格力泽581G 是第六颗在奇母恒星下发现的行星 因此以G命名 与以往观测的星体不同 格力泽581G不仅是系外行星 行星移居指数最高的星球 而且还有许多与地球相似的点 这是一颗很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 它的发现者史蒂芬沃特甚至直言 在格力泽581G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是达到100%的 那么它为何如此笃定在它上面存有生命呢 首先格力泽581G的质量 大约是地球的3.1倍 同时体积也是地球的1.2倍 是一颗不折不扣的超级地球 它的表面由岩石组成 科学家甚至还发现 格力泽581G存在着与地球一样的地心引力 并且引力的强度还是地球上的2倍 这也就意味着 在格力泽581G可能存在着稳定的大气层 大气层的存在 可以抵挡宇宙辐射的侵扰 而且有概率形成云层并产生降水 同时能维持表面的温度 其次 格力泽581G位于其母恒星的宜居带中 要知道 地球上之所以会出现生命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地球位于太阳系的最佳宜居带中 像金星和火星都是内地行星 但上面的环境却与地球有着天壤之别 足以可见宜居带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格力泽581G的母恒星 格力泽580是一颗红矮星 它散发的光热能量远不及太阳 所以格力泽581G能得到在地球上30%的热量 据科学家们推测 格力泽581G的表面温度将会持续稳定 在寒冷 零下30摄氏度到零下12摄氏度之间 有趣的是 科学家们还发现 格力泽581G被其母恒星朝溪锁定着 和月球一样 总是只有一面朝向着格力泽581G 由于朝溪锁定的作用 格力泽581G没有昼夜和四季变化 因此它的一面是永昼 另一面则是永夜 皱光那一面的温度可能高达几十度 而背光的那一面将极其寒冷 温度将低至零下100多度 如果生命要在格力泽581G上生存的话 成昏线附近将是非常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 也就是皱半球与夜半球的分界线附近 那里有极大可能存在着液态水 温度也相对适宜 但说了这么多 格力泽581G 毕竟距离我们有20光年之遥 即便是我们驾驶一艘光速飞船前往 也需要20年的时间 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 想要前往格力泽581G是不现实的 而如果人类在格力泽581G上 真的发现了生命 哪怕只是单细胞生物 这样的生命都足以撼动地球生命的唯一性 从另一个角度讲 如果格力泽581G真的适宜人类生存 那么放眼浩瀚的宇宙 将会有无数亿居星球在等待着我们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期待的不再是人手一套法 而是人手一颗星球了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